当然中国政府表示将会进行救世行动 目前来看这个情况怎么样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政府说正考虑运用多项工具稳定A股 有意设立规模为2万亿元人民币的股市凭准基金 利用主要来自中国境外机构的资金 经由护申股通买进A股 消息人士透露 使用离岸资金的目的 是要尽量的减缓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是那当然看到的这两天 不管是上海或是深圳的股市 还有这个香港恒生指数 都出现这个下跌蛮厉害的 那当然这个中国官方据说也在周一的时候 这个等于算是召开了会议 讨论到关于未来如何对股市能够稳定住 我们看到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相关的报道 说中国政府会在在岸市场先买入至少3000亿元人民币的A股 但是截止到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和大家报告几个股票的指数 分别先来看到的是深圳成分指数 它的整个的指数收盘是8496.62 当然在今天我们看到在早上的9点30分左右的时候 深圳股市是达到了8640.73 算是最高的股值 结果是一路往下行 一直走到了大约是12点半左右的时间 是达到了8462.95 再来有小幅的上涨 所以收盘指数是8496.62 是那结果为止的时候 现在看起来还是在下跌 当然要到北京时间下午3点才会收盘 但是后来后半段的盘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利多消息出来 让股民大家能够重新恢复信心 但至少现在来看 在今天到了周三 在中国的股市还是呈现一种下滑的局面 当然传言中国政府会有2万亿的救市 这件事情毕竟知识体大 2万亿人民币的概念 对股市来说是有极大的震撼性 但是中国政府要怎么操作 这2万亿2万亿从哪里调过来 对中国整体经济不要影响太大 当然现在有业界人士分析 这2万亿要从哪来 这2万亿目前为止我们看到 2万亿是从这个叫离岸市场 中国的国家队会从离岸市场 然后买进在岸市场的股票 是那当然简单的说 就是从境外很多资金 投资在外面的资金调回来 进入中国的股市 来进行这个所谓救市行动 因为这个中国股市 现在不管是在深圳还是上海 或是香港恒生指数 这三大股市实际上 除了中国的股民之外 还有很多是外资 外资在这些股票市场上 那这些外资不是散户一般 像是你看前天 这个外资大概总共三个股市 卖掉46亿美元的股票 跑了对不对 昨天卖了16亿美元 那这个代表跟散户相比 他们的这个影响力非常大 他们这样子一个动作 这个突然跑掉的时候 对于这个散户大家就会紧张 那散户在这个时候 没有办法发挥爱国心 平常心讲保住自己的本 最重要就跟着跑 那这种效应就蛮可怕 大的跑 这个外资跑 散户跟着跑 这个股市你说能不跌都很难 因为这个股市其实说穿的 就是建立在一个信心上面 是而且我们看到 这次中国是通过的是国家队 他们分别是中正金融 和中央汇金 然后向A股市场先投入 至少3000亿元人民币的在岸资金 之后看股市的情况 那么其实在本周一的时候 上阵综合指数 就已经是经历了最黑暗的一天 基本上是暴跌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上阵综合指数 其实在开盘的时候 似乎还不错 有一线希望 它是往上走的趋势 一直到在今天的大约10点左右 它升上了最高值是2793.15 那接下来就是从10点左右 一路下行一路下行 一直到今天的12点 它跌到了最低点是2756.20 之后又有上升的趋势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 还正在走的当中 是3点才收盘 所以现在为止是向上走的一个趋势 那么到收盘到底会往上走 还是往下走 就要看接下去的几个小时了 对 但从今天的整个盘面来看的话 各股市呈现的是卖压沉重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上证综合指数 到今天大概1点 将近12点多1点左右 它这个实际成交量 已经是1.87亿首 那就代表散户挺多 因为法人不会那么多 大部分都可以知道 散户一看瞄都不对 大家都抛 这种效应很可怕 因为这个你看1.8亿 8亿比的这个交易量 没错 而且我们看到 其实在周二的时候 看到股市是一路向下 那么国务院总理李强 就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会议 那么彭博社就有报道 他说有关部门 是要想一揽子的这个措施 来稳定市场 抛售潮才似乎可以平息 所以目前为止 彭博社在今天所传出的中国 你推2万亿元人民币 是目前为止市场预测的 说可能中国的稳定市场的就势计划 但是中国方面还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政策措施 很有可能在这两天 就会出台正式的措施了 对 毕竟要掉2万亿 怎么掉从哪来 从哪一些股要救起 没错 这都有学问的 那当然现在现阶段来看 实际上香港恒生指数 今天的表现好像还不错 对 我们看到香港恒生指数 比刚才我们看到了 和深圳成分和上阵来说 感觉是要稳很多 但是它的整个的趋势也是往下走的 我们看到恒生指数 到我们1点钟看到的收盘的时候 是15476.850 那么今天的截止到我们收稿为止的成交额 是587.650亿 但是今天出现的最高值 大约是在9.50分左右 对 当然恒生看得出来 今天比较近才5亿多 因为国内的那两个大概都千亿 这个1800多亿 这个蛮大的金额 是 所以我们看到 从本周一开始 应该说是从去年开始 中国的股票市场就在整个亚洲市场来说 算是不好的 像日本的印度的股票市场都是走强的趋势 中国的就一直是不紧不慢 更让我们觉得很诧异的是 我们看到李强在这次达沃斯论坛 其实蛮高调的在宣布 说中国的去年2023年 整个GDP的增长量是5.2% 但是这个数字一出来 其实我看到西方很多媒体都在说 说这个数字的真实性与否 看来就是大家去对中国整个市场的表现 还存在一个怀疑的态度 是 那当然看起来 这个股市下跌 大家觉得是不是完全能够代表中国的经济 我觉得这倒未必 因为股市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是任何公司它发行股票 最重要是要市场上找钱 那来发展公司的这个未来 那所以为什么股票要上市 不然股东就不需要上市吗 因为我赚钱我一个人就好了 那我需要钱扩增的时候 我可能口袋钱不够 那我准备扩大营业 我需要到股票市场上发行股票 那当然投资人买股票呢 买的是什么 是信心 对不对 我觉得你这只公司很有潜力 虽然现在股价可能只有50块 但是我认为看好会到80块 所以我买你的股票 就是买信心 那这种情况之下 实际上相对而言股票市场 有一点点讲得不好听 有点像小赌一样 有个对赌 我赌什么 我赌你未来 对不对 我赌你这家公司将来要赚钱 所以我才买你股票 我如果认为你这家公司上不去 我不买 对不对 这个就像你这个就不压这个宝了 好 所以在股票市场上 这个等于算是一个资本操作的 这种杠杆情况非常多的项目 比如说对冲 对冲是一个很可怕的 就是我买你这个股是走高还是走低 我现在买还是抛 这个玩股票的朋友都知道 玩股票没有说口袋100块 玩100块的啦 都是口袋100块玩1万块的 这种游戏这样子玩的 高杠杆高杠杆 所以这个全世界的热钱 过去就放眼看 在全世界哪一些股市 这个算是非常的热闹 那么一看这个曾经听说 全世界的这些基金管理人 讲得比较好听叫基金管理人 他们手上都是大量的这个基金 就是可能几个亿几百亿 这个在操作 那他们就曾经说 中国股市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这个股市之一 就是说你如果这个基金 我最后这一年下来要赚钱 我怎么投资呢 这个中国股市是不能错过的 这个表示中国当时是欣欣向荣 说句真话 这个就是随便买一支 任何股票他都一定涨 很多股民到后来在中国股市 就出现一种情况 不分析这个公司的现实面 比如说这个公司的运营 他各方面不管了 就听市场消息说 这支股现在有人做 要做多要朝我们现在跟 这个像连续剧 所以这个其实说来的 就是说中国股民在对市场 很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 所把自己的钱投进去了 很多人都这样子动股票 所以这时候整个的就是 美国股民可能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很多的公司 它是非常清楚的 比如说财报啊年报啊 中国股市也很清楚啊 很清楚 但是市场总有什么 有人炒 你想股票是不炒怎么赚钱 我讲真的 现在各位要知道 外资跑了什么46亿16亿啊 你知道他们现在干嘛 在门外面等 等什么等中国政府进来救市 中国政府进来救市 这个股票是不是就上了 他们在中国政府要动作 那一刹那之前 他们进场开始逢低接啊 现在股票不是跌了吗 对不对 他们逢低接 那现在也就是说 目前为止算不算 他们应该去接的时候 还是说还没到什么 他们在观望啊 他们多精明啊 这个就基金管理人 都是非常的精明啊 他们都在看中国政府态度 当中国政府准备 要开始动手的时候 他们会有蛛丝马迹 比如说这个资金的运作啊什么 他们马上进场开始接盘啊 那那个股价 这个等散户啊 听到消息的时候 你已经拿不到最低点 对不对 你已经是高点了 他们就已经手上爆了 爆低点了 他们就等 等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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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2万亿效应出来 高点的时候 他们一抛走人啊 获利了结 股市就是这样玩了啊 所以这个各位看过这个最近的连续剧 热门连续剧啊 那个里面就是这样玩啊 所以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股票市场大家不要担心 我觉得中国整体经济啊 18万亿 不可能因为这个股市啊 这种什么 有人说中国股市要崩盘啊 那中国怎么办 是不是要跟着崩 不会啊 中国政府现在是按部就班 第一 地方政府在要慢慢解决嘛 对不对 房屋的问题啊 房贷的问题啊 一样一样来 这个如果今天啊 这个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政府忙了半天 口袋里的子弹用光了 该救的该改的没改 该救的没救 结果把股市呢 弄了半天便宜了什么 那些外资 对不对 当然还有去炒股票的人 很乐啊 他们赚钱了 对所以现在呢 在您看来觉得中国该不该拿出 现在境外的2万亿人民币的资金 去救股市呢 如果要维持所有的市场信心 这2万亿呢叫太花 2万亿的信心就市啊 非常需要 因为股市稳 房地产市场就稳 对不对 整体经济就稳 这个是有一点点关联性啊 因为这个人啊 往往很容易这个 就是譬如说你当你没信心的时候 比如说你看股市现跌 你敢买房子吗 现在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本身就并不是非常好 那更不敢买了 对不对 本来有一点点想说 可能要回温哦 我要进场 一看不对 现在这个房价可能还会跌吧 股价都跌成这样啊 万一这个散户啊 它很多房地产 对不对 现在套牢了它卖房子嘛 对不对 连续剧里面都演嘛 对不对 要卖房子 那房子是不是更跌呢 这个所以会有这种连带效应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如果想对股市多一点了解 可以看看连续剧 科普一下 对 而且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呢 彭博社给出的这个传闻 中国政府的救世解决方案 其中有一点啊 就是这2万亿到底从哪里来 那这2万亿首先呢 是他有说到一点是 中国政府呢通过出售 官方的海外资产之后 把资金转投A股 那么卖出的美元资产后呢 然后买入的是人民币资产 有助于支持整个人民币的汇率 因为股市的不稳 整个人民币呢 也会走一个下行的趋势 那对于全球来说 进出口来说 也都将会有影响 因为回头来看呢 中国大概在十来年前呢 就有一个叫做走出去的一个计划 鼓励所有的中国国营企业呢 到海外投资啊 那新西兰也有很多中国的国企啊 在这边投资啊 这个有各种行业都有 好那现在关键在哪呢 当这个整体经济啊 在瞬间变化的时候 这些海外投资啊 经过一段时间它获利了 对不对 这些原来走出去的企业 可能在海外 它买的是比如说办公楼 经过十年之后呢 这办公楼啊涨了一倍 那在这时候呢 就投资的角度来讲 这个不但保值了 而且呢有获利嘛 那这时候卖了 把这个钱呢调回去 来运作 比如说现在股市紧急了 需要的时候 就把海外资产处理一下 这两万亿啊坦白讲在海外 很容易就掉回来了 中国在海外布局是非常的深啊 扎根扎得很深啊 那这些国企掉两万亿回来 问题不大啊 那但是呢掉回来之后 最重要这个股市啊 要怎么救 不能让股市啊 这两万亿丢进去没效果 不行啊 要把这个信心啊给救回来 最主要是信心 对不对要回来 而且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前段时间呢 习近平主席有强调一个 说中国的金融发展之路呢 是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 它和西方的金融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应该按照自己的国情 去发展金融 建立金融强国 促进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 这次李强总理呢 在达沃斯论坛上 一来说了中国的GDP 是5.2% 超出原本的预期 二来呢 也有说到说 中国会保持一个开放的姿态 在吸引外资上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 去年中国的吸引的外资数量呢 是同比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下降了大约8% 那同时2023年 我们看到像是比如说像是沃尔玛呀 包括各种的像贝莱德资产啊 先锋基金先后的退出中国 那这股浪潮 包括现在股市的情况 会不会加速这个海外资产 退出中国的市场 对这很好的问题啊 那实际上说穿了呢 不能否认中美这个紧张啊 从特朗普执政之后呢 中美在经贸上的紧张啊 对一个跨国公司来讲呢 它必须降低风险啊 那如果你是一个跨国公司老板 你就会考虑到如果中美竞争啊 美国天天修理中国 我在中国投资那么多 将来这些东西啊 我的产业 我的事业 我的产品一定受影响 对不对 那我中国制造都不能卖回美国 那我这个跨国公司啊 原来想来中国啊 这个赚点这个劳动力啊 这个红利啊能够便宜一点 就没想到呢 结果给我附加关税 我变得呢反而没赚头 所以很多外资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不确定性啊 不确定性之下 他觉得我先抽身 那去哪呢 放眼看去呢 现在美国跟印度好像不错 对 美国跟越南不错 那我就去那些地方吧 对 那这些风险投资的这些 这个基金啊 也有这种会有这种情况啊 那风险投资呢 它是投一些比较好的企业 比如说我外资 我看这个中国这家公司啊 现在虽然很小 但是呢有成长的机会 我风险投资啊 钱投资你公司 我不是买股票 我买你股份 我完全扶植你 希望把你做大 有一天呢 把你这个做大之后 我走人啊 那现在会走 都是这种啊 比较担心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是一个因素 那当然还有就是这个中国经济 现在很多分析是说这个出口啊 放缓啊 中国有地方债的问题 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没解决 怎么样怎么样 那总是嘛 做生意人啊 他要避险 嗯 对不对 所以但是这个情况 只要这边中国情况稍稍一缓 各位放心 这些人呢 马上就回来了 跑得比谁都快啊 嗯 对不对 对 而且我们看到其实中国呢 这次的这个投资方案 再回股市救市的方案 其实我看到很多高盛啊 什么他的评论人员 他们的质疑点一来就是 短期内中国投资2万亿来救市 其实呢相比较2015年的救市 是已经算是非常大的一笔资金了 其次之外呢 目前为止呢 关于整个救市的具体细节 中国政府是没有出 出任何的措施和方案的 所以现在市场都在等 因为毕竟来讲 政府的动作呢 会影响市场的变化 是 我刚就讲嘛 嗯 很多这些这个不管是这个大户啊 或者外资啊 或者什么哈 嗯 基金操盘手啊 他们现在都在等 他们相信中国政府会吗 因为中国政府会回来救 对不对 因为一年前啊 这些基金管理人就听说 一直在放话 说中国政府该回来救救股票啦 该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股市这东西啊 不能永远涨 没有赚头啊 就上冲下息啊 这个大家都在等 掉下来的时候接手 对不对 等上去之后大家一抛 然后又等它掉下来再接手 这样上冲下息 上冲下息 这才有利润啊 如果股市是永远往上涨 你想想看 你买了这个那什么时候能够获利了结 只能玩一轮嘛 对 就玩不下去 你卖了就没了嘛 你不能再买了 买不回来 就像房地产房子一样 对不对 你肯定是抄底啊 房子是一直走的 对 要抄底要它下啊 那房子下不来啊 但股市啊经常会下 所以现在大家是该入市 还是该退市 所以就说不要太紧张啊 这个虽然不管你买不买股票 但是对于中国的股市 中国的经济呢 我个人呢还是蛮乐观的 我倒认为呢 中国政府会非常的小心 不要让这个2万亿啊 进入市场之后 把这个市场啊 便宜了那些炒股的人 对不对 这个很多这个外资 他们夺利啊 他们就是在股票市场 打滚一辈子 他们在等 等这个说 哎 你现在要进来了 对不对 我们就等 你一进来对不对 之前我们就买 然后股市就开始标 然后他们就开始抛 对不对 哎 中国政府有几个几万亿 跟他玩呢 他改天又跑 又下 是不是要再进去救 你有几个几万 两万亿 所以这个中国政府就要很小心 这个子弹啊 不是用不完的 对不对 你说我这次 马上掉两万亿 很简单 十次两万亿 那就有麻烦了 对 所以接下去呢 中国政府的救市呢 相信再过两三天吧 我觉得相关的新闻 和相关的措施应该会出台了 对 他可能会 我觉得是阶段性的 对 他不会一股脑 就把两万亿啊 突然就释放到股市 那这个股市不翻天了 大家都跑去买股票了 对 他可能会有阶段 然后会有针对性的 那至少呢 会让市场有一个什么 信心 对 如果现在政府的这个 初级阶段的三千亿 如果已经放到了股市当中的话 那么其实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呢 还是在下降的趋势的 不是 卖压那个信心还没回来 你想想看这个交易啊 光是一个那个上证这样 1.8亿比 1.8亿比代表一亿八千万个散户 在卖股票 是 对不对 当然有买的啦 但卖的多嘛 不然不会跌嘛 对 那你想想看中国有多少人 有将近快2亿啊 2亿比的交易量啊 这个来来去去啊 你就知道这个散户 还是在股市当中占很大的比例 好 那大家担心啊 担心就走 就走人嘛 想说哎呀我现在这个 小亏为赚啊 对不对 我少亏就一点了 我就抛了 抛了走人嘛 安心嘛 钱先落贷 那还不知道跌什么时候 大家都会这样想 对不对 这个只是像那种菜篮族啊 每天赚就买菜钱就够了 这种这种很多啊 在在股市里面 嗯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尤其啊 就对于散户来说 其实买一只股票 如果它下跌 譬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深圳成分的指数 它下跌真的是心非常的慌的 因为它的整个的下跌的这个数 数额是非常快的 如果看到这个指标的话 看到别人都在抛 的确的信心是很难维持的 注意 但是回头讲啊 就像很多人做股票啊 这个大概80%的人啊 他实际上不太会去分析 他买这家公司的 目前的整个运营的状况 跟未来的发展 很多人不太会去研究 大部分呢 都是听市场消息 比如说市场消息哪来的呢 在证券公司啊 在什么短讯平台上啊 对对对 这个大家发说 哪一支什么什么 哎这个反正这个就跟一下嘛 对不对 不要不要跟晚了 跟晚了就就就就没赚到 对对对到现在为止啊 做股票的人你放心 他们周边的这种消息啊 真真假假一大堆 有一些是呢 故意放那个利多 然后呢大户跑了 然后放利多 大家去买嘛 大户就抛嘛 你们就买嘛 现在一直放利多 对不对 大户就慢慢抛 慢慢抛 所以这种东西 我相信啊 这个反正华人朋友 大家大概都知道了啊 这个Andy怎么说 他买 买股票是用来收息的 收股息的 我刚才看到静葵还说 静葵炒股都是比较短期的啊 这样的话就比较很少被套牢 对对对 这个散户就这样子啊 就说今天菜钱有了 对不对 今天不可能他刚刚早上开盘了 买对不对 然后呢一涨 这个买菜钱有了 中午就抛了 是所以炒股真的是 其实有的时候风险蛮大的 如果这个公司把握不准的话 很容易他的股票就会被套牢 有的时候呢是等它涨涨涨 它一直都不涨 对26df说 如果这2万亿是用来抛售 海外美元资产来募集属实的话 我觉得这个操作 不光是针对股市的一个信号 那当然呢这个海外美元资产 我不了解它这个意思 那当然这个有很多 譬如说美国这个国债 中国买了很多嘛 是 对不对 大概买了这个最多的时候1万亿 你知道现在剩下多少 现在8000多亿吧 7000多亿啊 还在抛啊 不停的抛就知道呢 因为那个 那是因为有一个政治因素 特朗普都放话嘛 没错 要把美国国债武器化这件事 中国政府一听 那还抱着这个美国国在干嘛 我能慢慢不能抛太快 一抛太快市场会乱 美国也会垮 所以中国政府你看多认真啊 这一年多来啊 从1万多亿抛到现在7000多亿 对而且同时中国也在增持一些 比如说像黄金啊 这些比较保值的 对在市场上会相对稳定的 情愿没有知习啊 这个因为黄金啊是保本 对 你黄金放在那里放100年 它就是那么100根 不会多一根 对不对 但你譬如说把它拿去 这个做股市啊 或者买国债啊 做什么做什么 这个还有破例嘛 没错 所以整体来讲呢 这一次呢 中国政府的态度呢 实际上是各位不要慌啊 那个朋友说 我昨天和今天买了一半的股票 等了一年多了 等再跌的时候 再买剩下的一半 对 它这个叫逢低接啊 对 就摊平 对不对啊 把高低两个差价 这个加起来出一二 对 不过上次公司融资难这件事情啊 这个看你公司的这个 看有一些比较 项目吧 看项目 像那个有一些比较厉害的公司IPO啊 人家还跑到美国去IPO 对 还有现在什么游戏公司什么的 都特别的 哎 对对对 这个当然就是看你能不能 这个做股市 我觉得真的是投资风险非常大啊 那我想做股票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听到的都是别人赚钱的 各位放心 亏的人都不会去告诉人家 我今天股票亏了 嗯 对不对 我认识很多朋友做股票 都跟我说哎我赚了 可是我从来没听他们说他们赔 不好意思说吗 这个东西怎么好跟别人讲吗 对不对 代表自己眼光不准啊 但是整体来讲呢 风险很大 各位还是一定要小心啊